营血 营血 但是你知道后面不是有个血分症吗 其实它是迁就它来命名的 营可以化生血 那么用个营字来代替血的前面一点点 这叫热露心营 所以它并未是在心 它是心胞 它这个症有点像刚才讲的 肺的立传心胞 再往下血分症出现什么呢 耗血 动血 以出血为主 但是你注意它是从营分症发展过来 所以我刚刚讲的血分症跟血热症的区别 很多说的血分又有食热虚热之分 那个再说 假如 执病没治疗 按照胃气 营血这样顺着下来 就叫做顺传 同样 顺传不是减轻 而是渐变 但假如我从胃分一下就跳到了营分 就有点像刚才的上胶肺胃一下热露心胞一样 立传 那这种就是立传 甚至可以一下跳到血分 那更加是立传 按照这个来就从前入身 为其营血从前入身的顺全 假如跳着来立传 这种叫做传变 当然它的这样分有它的意义的 比如胃分应该怎么治 气分怎么治 营分怎么治 血分怎么治 都有一个基本的守则在里面 这种就是传变 听懂多少算多少 因为我现在表热什么里斯热伤 营加心神改变 并没有把症状列出来 还有血分跟营分有时差的不远 比如说血分有出血 营分它有个描述叫做斑枕引线 斑引线其实已经接近出血了 就是营与约约好像看见一点点 但是一到了血分症就斑枕完全透出来 已经露出来了 好了 内伤病的传变就简单了 第一个 壮与壮的传变 我为什么说简单呢 回到五行学说 壮与壮的传变就是四种可能 秤五极止犯五 一个壮就只有四种可能传给其他壮 他为五行学说 藏与壮的传变多半是在表里 表里传 比如肺传大肠大肠传肺 但是注意我刚才讲的是多半 不是绝对 不是表里的也可以传 肺传肺传肺传肺 可以传 肺传肺传肺就不是表里经 下来 肺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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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 肺传肺传肺 然后形脏内外传变 形脏内外一般是这样 内脏影响 这个形指的是五体 皮肉筋骨脉 应该说内脏影响到五体比较多 别皮虚就肌肉不丰满 肝有问题影响到筋肝 肝风内动 但是你说有没有 五体先病内传到内脏的呢 大概在肺系统多些 外感邪气从皮毛而入 然后再侵犯肺 但是你没有说肌肉的病传到皮 筋的病传到肝 骨的病传到肾 少见 注意你们书本里引了一条条文 不传对 279月 最后一段 就内经的毕论 数问毕论 那他怎么写的呢 他说古毕不已 毕就是毕病 上次讲过 类似于关节病 那么古人认为 关节病最常见的就是 风 痰 丝 三种邪气 混杂 侵犯人体的肌肉关节 以关节为主 引起的疼痛性的病 好了 他说古毕不已 则泪舍于肾 金毕不已泪舍于肝 脉毕不已泪舍于心 你感觉就是 五体的病 影响到内障 好像没错 其实不对 他这个古毕不是 骨头的异症 脉毕不是脉的毕 他是一个代名区 什么叫古毕啊 风寒诗之血 在冬天侵犯人 叫古毕 他用的骨取代了 就用五体取代了五计 那么金毕是什么呢 风寒诗血 在春天侵犯了人体 引起弊症 同理 脉毕是风寒诗血 在夏季侵犯人体 引起的弊症 而诗毕 就风寒诗血 在长夏化 是在季月 侵犯人体 引起的弊症 它压根是一个代名词 不是五体本身啊 但是你就要后来这些弊的名称有演变 比如说骨弊 它演变成了真的是骨头的 骨关节的一些病 它有演变 那个是后来的事情 但是内经原文 并不是五体引起五脏病 不是这个意思 是弊症发生在分别发生在五个季节 用五种令语 接下来病性的传变 病性传变 在前面讲 发病跟体质 很多内容都带出来过 首先一个是转化 转化 转化无非是两种 寒热转化 虚实转化 怎么转呢 第一个 重化 重化在体质讲过了 外感邪气进入人体 跟人体的体质产生互动 那么在这个物重过程中 可能也受治疗因素的干预 那么几种因素叠加起来 可能产生的病变跟原来不太一样 叫做转化 叫做重化 好了 重化有几种 第一种 重寒化热 重寒化热的一般规律是这样 阴须阳盛体质 就是热底 热底容易热化造化 阴顺阳须体质 就是寒底 容易寒化 湿化 这个没问题 下面这个好像有点问题 受邪状腑经落熟阳 多重阳化热化造 这一句问题还不太大 你看受热脏腑熟阳的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分类 因为这个讲得很笼统 假如你纯粹讲 腑熟阳 脏熟阴 那还可 讲得过去 因为六腑 阳经过就是阳经 无可争议 那么假如以六腑来算 六腑熟阳 确实是热性病 因为它以通为用 不通就是有阻塞 一阻塞就容易弃于化肤 但是下一句有点问题 受病状腑经落熟阴的 多重阴化寒化死 与假如这样分离 腐熟阳 障熟阴 那就不对了 五脏有热有寒 比如说 心肝脾肺症 有心火有肝火 脾有湿 你怎么能说 熟阴的就化行化死呢 除非你分得很细 比如说 肝为阴中之少阳 心为阳中之太阳 这两个熟阳的 它可能热化的机会 多一点 有可能 肾当时 寒化的机会更多 太阴 你说肺吗 就难说 肺虽然是少阴偏阴的 但是因为它麻烦 它跟外界接触 它对风寒鼠尸造火 大概都敏感 所以到底化不化 你还得看体质 往哪里化 所以这一句好像有点 它又没有讲得很细话 这样讲的话 我觉得这一句要打折扣 没那么死板 最后一个就是治疗 物质伤阳 从行化 这个简单的 就是过用寒凉药 物质伤阴 故用过用温热药 从热化 然后虚实转化 这个讲过了 因虚自食 因虚自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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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讲 这个邪正圣衰讲过 有这种可能 热邪伤阴 寒邪伤阳 邪气容易驱改 剩下虚的这部分还在 这个转的 因虚自食 只是自了食 脾虚不能运化水师 变成水师脾虚还在 没有转 因虚自食的后果 是原来的纯虚症 变成了虚实夹杂症 所以这个谈不上转化 你可以说有演变 所以你严格说 它A变成B 那没有 A倒置B 最后是A加B 那是有 其实转化的形式 有突变 有渐变 我觉得它是渐变的 即便你外感病 也很难说是不对 比如说我外感病 我发热三天 有点伤阴 说老实话 你这发热三天的伤阴 飞幅得也快 你觉得说 我发热有一两个礼拜 那可能伤阴相当重一点 有可能 那这种 另外一个这里还有一个体质 就像我上讲的斜波的波度 就直视跟病视之间的关系 但你说我外感跟内伤 那肯定它快一点 但它快一点能不能叫突变 恐怕还不好说 只能说外感病比内伤病要快 不一定要用突变这个字 影响传变的因素 我们讲 邪正相争影响疾病传变 但你要注意 正气的实质内涵就是体质 那比如说你是阴偏虚的 那么你的正气模式 就是阴偏虚模式 那么你对热邪敏感 对寒邪可能无所谓 对施邪也无所谓 对造邪很有所谓 所以体质应该是正气的内在的东西 所以我感觉有时候 你把体质当作正气的内在东西 可以丰富正气理论 因为我们原来正气理论有点粗糙 他只说正气虚实 就说正气多少 但是我把假如体质理论 体质属于生理状态的 放到了正气作为背景 而体质本身有分类的 那变成了正气无形中 就有一个分类在里面 可能可以细化正气理论 另外一个就是体质影响重化 这个刚才讲过 不啰嗦 地域因素 地域因素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是这样 有两个是比较可以肯定的 比如说北方干燥容易造化 南方湿容易湿化 这两个可以肯定 但是你说寒冷真不好说 那你看看 北方气候寒冷 按道理应该寒化 但问题它的体质是外寒内热 内热就存在着热化的倾向 那你这里就有个 病适跟直适两者的比较 好了 南方气候炎热 按道理应该容易热化 但是你是外热内寒 体质 那么这两个因素一综合也不好说 还是病适跟直适的比较 所以寒冷转化没有那么肯定 造私转化受气候 受地域影响应该更多一点 生活状态就很健康 那比如说饮食容易伤品 你这个饮食还包括寒热 过时寒凉容易伤阳 过时温照容易伤阴 情质可能会加重某些病 但情质你也可以利用得好 本来是情质类的病 让我心情现在很好 它也可以减轻 这一类的内容自己能看懂 我不啰嗦了 其实跟病因里面表达的内容没两样 治疗情况 正确的整治当然是好转 失智物质助学伤症 而物质多半是医生的问题 失智不好说 失智就是错过了治疗智慧 那谁干的事呢 至少七成机会是病人自己干 他不来看病有什么办法 有的是能拖就拖 有的是觉得我看不起病 有时候熬熬熬熬 反正也熬好了 曾经有熬好的经验就熬吧 熬到不行再来 那可能不是早期的 所以失智大部分是病人 而不是医生 当然你说有没有医生 因为物质 物诊 错过了治疗智慧 导致的失智也有 最后一个病邪因素 感邪重传遍就快 感邪轻传遍就慢 还有邪气致病性 毅力肯定传得快 六银失邪慢 其他邪可能都偏快 冷气烈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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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